小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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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小蕙 干啥呀 真接不出 慌死了我在后面 又来比赛了 对 又来比赛了 我今年还坚持了蛮久的 怎么说呢 我坚持得越久 跟领导的关系就越微妙 其实上一轮我来比赛 跟领导请假的时候 已经有点不太对劲了 他问我请几天 我说输了一天就行 赢了可能要两天 他说就一天吧 比完以后第一时间 给他发的消息 我说不好意思领导 没淘汰我 他第二天才回的消息 说收到 下次注意 上班这么多年 他对我这点信任都没有 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在外面 不管输赢 总是会回归职场的 对 职场这两个字 说出来我就已经开始厌恶了 我不是爱上班 真就纯土个稳定 我那个班自己上得也很烦 所以我现在特别爱干的一件事 就是上网去指导别人上班 就是延迟退休的 那个消息一出来 我就想完了 真要让我上到65岁 我是活不到65岁了 但是人家纳英50多岁 去参加歌手 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他休息 我每天跟网友一起给他加油 我说英子50多 这是闯的年纪呀 反正别人四五六十都能闯 你要是让我闯 啊 我 我是闯祸的年纪 不光指导纳英唱歌 我还指导贾玲拍电影 指导樊振东打乒乓球 我前两天去买奶茶 我都没忍住 非要指导两句 我站在那说 你们做的是不是有点慢 你看你这儿那儿 你们明明可以优化一下流程的 这话我也就在那儿说 真要上班的时候 让我干这个活 我第一个开始骂人 还优化 就这么馋那口奶茶 啊 啊 奶根茶我直接灌你嘴里呗 让我优化 让我优化 网上都是我这种人 自己不上班 天天拍视频 教别人怎么上班 这边还给你拍视频呢 说工作最重要的 就是要对老板去魅 扭头就去 雷军的小红书底下评论 啊 雷总早上好 你穿粉色可真好看呀 雷军那么厉害的人 上班当然穿啥就行了 像我这种基层 稍微也得注意一下穿着 就那种比较正式的会议啊 我就不能穿洞洞鞋了 要找出我那件 最隆重的Polo衫 Polo衫人太唬人了 Polo衫就不管 我水平怎么样 我能力怎么样 只要穿上这个Polo衫 背上公司发的 那个双肩包 坐在这个会议室 今天的人设就稳了 啊 技术骨干 如果我想显得 工作经验丰富一点呢 我就会把这个Polo衫 塞进我的裤子里 现在上班真是上的脑子 已经不太够用了 前两天开会 老板在那说 说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我希望大家把 百分之百的精力 都放在这个项目上 其他的工作 用你剩余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去完成 剩余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老板是真大方啊 你全勤十天 他还送你两天 剩余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我直说吧 我上班一共就只用 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你问他 剩余百分之二十的工资 怎么发 他就会跟你说 好好干 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我从一上班 就开始听这句话 我不知道今天 有多少观众 是有工作的 就是你们仔细想一下 从小到大 除了公司 是不是也没有人 亏待过我们 真的是 也不能聊老板 因为我回去还得上班 工作嘛 现在我一边工作 一边干脱口秀 虽然是有了素材 但是也有了软肋 能说的东西非常有限 像我这种基层 除了跟领导处关系 还得跟同事处嘛 前两天有一个同事 给我发微信 找我 说 呛口小花椒赵小慧 我的微信名叫 呛口小花椒 呛口小花椒赵小慧 这个称呼是不是有点 太隆重了 好像在叫什么 齐天大圣孙悟空 呛口小花椒赵小慧 第二句就是 没打扰你休息吧 我都不用说 他几点发的消息 你就知道 他已经在打扰了 我不是那种 就是下班以后 绝对不会回人 工作微信那种人 不是 但是我觉得 你能不能跟我发誓 用你一天的寿命 跟我发誓 这个需求真的很急 一天真的不多 但如果真的好使的话 有些人 一个礼拜就能折寿一年 我那天真是咬着牙回 我说 什么事 他说 方案要改 拉你进群 我以为出啥大事 进群 你看就仨人 客户他跟我 客户at他 自体调整一下 他就at我 呛口小花椒赵小慧 自体调整一下 客户at他 第四行删掉 他就at我 第四行删掉 真给我搞烦了 我直接在群里怼他 我说这么点事你自己顺手不就干了吗 非要大半夜在群里at别人干 有意思吗 他不理我 过了一会客户说 不好意思啊 我自己改好了 你上班遇到这种事是很烦 但是都能坚持 直到我有一天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 说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平均年薪60万 我看到的时候跟你们是一个反应 从我看完这篇文章每天上班 就开始端详我的每一个同事 是你吗 还是你 你把我60万赚走了 真的难以释怀 工作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刚工作的时候 没活干 哎呀 年底那个大家不是很流行发工作APP的总结吗 就是开了多少次会 发了多少条消息 什么凌晨两点啊 你还在上班 不拉不拉的 我就不敢发 因为我的数据很难看 APP给我总结说 你最晚的一次会议结束于18.06 哎呀 他还讽刺我说 还记得当时在为什么而付出心力吗 6.06能付出什么心力呀 可能是在纠结 要不要带一卷公司的卫生纸回家吧 有那天打车碰到一个 就是花很多的出租车司机 就是像 就他就那天一直在跟我感慨 说你知道吗 现在科技发展得太快了 现在种地都是机器 给人农民都整事业了 美女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真不是要 怼她为难她 我真的很真诚地回答她 我说师傅 我干自动驾驶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就问我 说啊 那这个自动驾驶 现在是不是发展得挺快呀 真能代替我开车吗 我当时就想 有我在 应该没那么快 那天下车以后 我就突然发现 我这个工作真的挺好的 就是不管怎么干 都很有意义啊 我好好干 出去就吹牛说 我是为科技发展 添砖加瓦了 摸鱼的时候 也不用心虚了 也可以理直气壮地 去找那个师傅说 你知道吗 是我在科技发展的洪流中 为你保存了 人类文明的火种 谢谢大家 我说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何旺志 谢谢 辛苦大家 最后一个 人际关系 好嘞 谢谢 谢谢 谢谢杰伦的粉丝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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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 自从有了MBT 之后 我反而觉得 社交变简单了 经常就是一群人聚会 他是RNFJ 他是ENTP 他是ENSB 但其实我不喜欢 把这个测试结果 当成法条一样 去约束别人 去绑架别人 你不是艺人吗 怎么一点都不活泼呀 报警抓你 喂 110嘛 这边有一个艺人 他不活泼 喂 喂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该不会是个A人吧 我觉得人是有很多负面孔的 就比如你经常在酒吧喝酒 看到四个男生在那坐着 也不说话 低头玩手机 看着就像是A人 结果这时候旁边 突然坐进来一个美女 一瞬间 全员一人 甚至有个哥们 刚才都想打车回家了 又强行取消了订单 跟师傅说 来的不是理想的车型 我就知道 对面坐的是理想型 女生也一样 谁会不喜欢 跟帅哥聊天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在社交的过程中 对方是艺人 还是挨人 有时候取决于 你是美人 还是丑人 我有时候就会想 会不会在美女 跟帅哥的眼中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挨人的 面对他们 艺人会热情主动 挨人会鼓起勇气 所以说 如果你的世界里 全是艺人 那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擦亮眼睛 好好照照镜子了 是不是你长得 人见人爱啊 我为什么不喜欢绑架 因为我很容易被绑架 就比如现在我每次去喝酒 一上桌 哎 广志 你山东人 山东人都能喝 我根本不能喝 但听完这句话之后 我还是很高兴 很想喝 熟悉的朋友还向我说 广志你别喝了 你喝酒上脸 容易长痘 我说不行 我必须得喝 这是我的脸吗 这是齐鲁大地 这是喝酒长的豆吗 这是齐鲁大地上 挺起的山东脊梁 他们说广志 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说你看不起谁呢 我喝的这可是 老村长酒 国民白酒 真正纯粮 来自北纬45度 酿酒原凉 黄金种植袋 口感柔 不上头 还说你没喝多 都开始打广告了 我说我这个叫 酒后吐真言 我这个性格 出门就很容易喝多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 羡慕那些 在社交中不在乎的人 就公司团建 喝酒 喝到一半 站起来就走 没有理由 12点了 我得回家了 我心说 这是个什么理由 12点了 你得回家了 你是灰姑娘吗 你慢一点 别吊了你那个 46码的水晶鞋 每个人身边 都有这样一个 喜欢早睡的人 我见过最不在乎的人 就是朴树老师 大家还记得吧 他录节目 录到一半 站起来 到点了 我得回去睡觉了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觉得 这也太酷了 这也太摇滚了 摇滚不死 只是困了 我就完全做不到 你别说 上班 上到一半走了 跟领导喝酒 喝到一半 我都不敢提前走 就是我不能理解 困了 就能走了 来之前 我就困了 很卑微 我去年在工作上 做的最叛逆的一个事 就是 在公司最忙的时间 我选择着休息 去年刚过完年的时候 不是公司特别的忙吗 然后我就跟公司说 我想集中在家 创作一段时间 所以你先不要 给我接活了 现在就是肠子都毁清了 我后悔 这段时间 我说是创作 其实我也没有创作 就是那段时间 光在家打游戏了 那段时间 天天打游戏 天天打游戏 就那段时间 打游戏打到什么程度呢 打到人家游戏公司 后台都看到了 找到我们公司说 想请广志 给这个游戏做个代言 公司拒绝了 说广志最近在创作 没有时间 客户都笑了 嫌钱少 可以再商量 公司就好奇 就是娱乐圈 那么多的偶像明星 你们是怎么选的广志呀 按什么标准选的呀 客户说 我们是在线时间选的 我没有想到 就公司如此相信我 因为之前 在特兽大会 当编剧的时候 写稿压力大 为了缓解压力 我就天天玩都立足 那段时间呢 为了不让同事发现 我每次都选择QQ登陆 但有一天 实在是没有逗了 同时也想明白了一个逻辑 就如果他能通过 微信好友的关系 发现我游戏在线的前提是 他也得再玩 我就发现 这种互有把柄的关系呀 其实是最稳定的 这种感觉就好比是 你不可能听到一个男生 对另外一个男生讲 我前两天 在南科医院看见你了 因为对方很可能不承认 你看错了 那个人不是我呀 你去那里是因为 我憋不住了 我去借个卫生间 好好 那你憋不住了是因为 而且你跟同事一块打游戏 还有一个好处是 你不会觉得愧疚 你只会觉得 多了路上有你们真好 晚上打游戏到半夜 然后第二天白天 看到朋友圈 发一些有关工作的 记性上的内容 你也不会焦虑 你只会想笑 这个专场能够圆满完成呢 首先感谢制作人 感谢公司参与的每一个同事 感谢我们一起在 华海中路写稿的日子 我心想 你先感谢感谢 我没跟你说出去吧 还在中路写稿 你不是一直在上路吗 人就是会有很多副面孔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现在特别害怕遇到那种 在工作中 连装也不愿意装一下的人 我现在每次出差 赶早班机 凌晨无点打车 都特别地害怕 因为这个时候 接单的师傅 只有两种情况 他要么刚刚起床 要么一夜没睡 很难说哪个更恐怖 有一次我打到了一个 一夜没睡的师傅 那个师傅接到我这一单的时候 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但我当时也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也睁不开 当时就感觉 我俩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快上车 等上车了 瞇一会儿 关键最恐怖的是 你上车之后 那个师傅还给你焦心 拉了一夜了 躺不住了 等会儿拉完 你这最后一单 我就回家休息了 听完这句话 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这句话 如果出现在影视剧里的话 他大概率拉不完这一单 这句话在我听来 就是小伙子 你不用着急赶飞机呀 我这出租车 一样送你上天 本来氛围就很恐怖了 到红灯的时候 那个师傅还给我 讲了个一句话鬼故事 绿灯了叫我 师傅您要不 现在就回家休息吧 给我放高带上就行 别说不安全 比车里安全 但其实我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从来没有 给别人差评 因为从小家里就教我说 你一个人在外面 千万不要跟人起冲突 所以很多事 我现在就是 基本上能忍就忍 但那天我觉得 我不能再这么窝囊下去了 所以我下车之后 等那个车刚一走远 我立马给了一个 四星差评 因为我要让他知道 我的他的服务 只能算是比较满意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我已经开始笑了 开心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徐浩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谭香文 我们是漫才兄弟 然后呢 我最近其实做了一个 特别想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 想去尝试一下 我想去开车 开车 我觉得每天可以接 不同的乘客 也是个锻炼你 这个处理人际观的 一种方式 处理人际关系 是锻炼口才嘛 对对对 我就特别想模拟一下 这个场景 可以啊 是这样可以吗 你来配合我一下 好 就是你来演一次乘客 然后我也演一次那个师傅 好 模拟一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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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出发了吗 准备过来接你了 你在路上了是吧 是是是 你猜我开什么车过来接你 管我屁事啊 你要接到我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好好 对对对 我到了 到了是吧 在哪里 我在路边上站着呢 我看不到你啊 怎么可能呢 可以麻烦你站到马路中间去吗 不可以不可以 干什么 怎么创死我是怎么回事了 我这个招手呢 在这里招手 招手是吧 对 哦 好好 对对 是你是吧 是我是 走不走 肯定走了 王八蛋 我自己打的车我不走 我有毛病啊 哦 好好好好 上车呢 啪 啪 哦 我这个是摩迪的 哦 摩迪 摩迪啊 摩迪是吧 网约车打到摩迪了 怎么可能呢 要出不出私家车嘛 哦 好好好 上车了 是去机场的是吧 对对机场 尾号多少 三八六六 三八六六 等一下 三八六六 你确定是三八六六吗 好 三八六六啊 我打不开是为什么 你的手评密码肯定不是三八六六 知道吧 哈哈 你有毛病吗 你说 我的尾号三八六六 哦 三八六六 哦 我叫你小三了 凭什么呢 我是 我是尾号三八六六 我不叫三八六六 知道吧 哦 好好好 你是本地人吗 不是 路况熟悉不 不是 小的怎么去机场吗 不小的 那我绕路啊 嘿嘿嘿 干什么了 哪有这样子的缺德啊 你是 不能赚这个钱不 导航 哦 好 导航去机场 导航去机场 导航 哎 师傅 你那个手机有 那个功能没了吧 我是喊你导航了 导航我导航 导航是吧 你的手机可以导航 导航我导航干什么 手机导航也是绕路版的 你要不 导航我导航了 全程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这么久 你搞快点我赶飞机是吧 不要着急嘛 赶飞机 终点就在前方 他又不会跑 重要的是享受沿途的风景 不要心浮心脏 天气这么炎热 我又不开空调 那你把空调打开 说这么久不开空调 开开 一点苦都吃不了 我打车就是为了享福的 小的吗 开空调 好 开空调喽 低 你这还是个挂机是吧 你这什么凉不凉快 凉快 好 凉快 我们是走高速是吧 对 走高速 ETC 对 非处方药 什么非处方药了 大哥 OTC 非处方药 ETC就是个收费入口 这里还有杆子 另有杆子 稍等 你好 麻烦你抬下这个杆子 蛮有礼貌的 收费战士里有礼貌 就能过去等 取卡了 大哥 怎么都了 我都碰到什么人 谢谢 力气别这么重了 我力气重 好 对 我力气重 搞点凉处方药吃 一次处方药吃 什么意思了 你才 我不是 我看你脾气好大的 过得不是很好吧 我也知道能理解了 就是现在这个压力都很大 工作压力啊 生活压力啊 都挺大的 是 压力大了 就是没什么情绪的 寻泄出口了 是 是 是 实际上我教你一个方法了 我还蛮喜欢这样解压的 还有方法 你把窗户压下来了 闭上眼睛 把头伸出去 你还是准备创死我了 干什么了 不是 我是让你闭上眼睛 去感受微风吹过你的脸颊 享受这一刻的宁静 你试一下嘛 好喽 你可以把你的烦恼 其实可以适当地宣泄出来 喊出来啊 我平时是这么解压的 有用没有啊 你可以试一下 把你的烦恼 我不想上班了 你可以大点声音来 我不想当牛马了 对 你喊得越大声 我想发财啊 对 这个情绪 我想发财 就会越出来 哎呦 就会越痛快 喊出来没 喊出来了 喊出来了 怎么样 舒服一些 好多了这 好多了 好多了 可以了不 可以了 可以了 那我出发了啊 你停在这里让我喊啊 你神经的 糟糟糟糟糟糟糟 哎呦 忍得太好了 我的天 你还是安全驾驶 安全驾驶 走走走走 嘿嘿嘿 干什么了 看看看 你毛病吗你是 看看看 怎么了吧 看看看 哦 这是那个最新的科技 无人驾驶是吧 我这个车没有 没有就放上去是啊 这开头玩一下吧 这啊 你有毛病吗 你说哎呦 我都听了 我其实蛮喜欢聊天的 我看得出来 但不是很会聊天 你看得出来 我其实不知道 怎么跟你拉近关系 但是我又想这么做 就不知道该聊什么 我知道就是 怎么打开那个聊天的罚门 拉近关系 是 我是想 我跟你讲啊 师傅 你以后就要聊一点 家长里短的事情 是吧 拉拉家长 现在就熟了 就是你这么聊 会拉近关系 会快一点 对对对 容易熟了 下一条吧 你有爸爸没 你想听到一个怎样的回答呢 有 好早之前就有了 还有妈妈呢 还有爷爷跟奶奶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你都没死 搞得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吗 我不是想问一下 多大年纪 你就问我爸爸几几年的 对 几几年的 我爸爸是72年的 72年 72年 对 叔叔 叔叔 对 妈妈呢 妈妈也是72年的 双胞胎 怎么会是双胞胎的那个 你觉得我们两个说话的水平 谁像双胞胎生出来的 我真的 我懒得跟你聊了 好吧 你开车 好吧 我不想跟你聊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开车 有没有什么 Driver 我接个电话 喂 我在开车的 我也想你 小的小的 爱你 晚点回来跟你说了 你知道 爱你 拜拜 你老婆说 有点想你了 我别变坏眼 有毛病 有病吧 大哥你是 我的电话你接什么接了 我不是看你不想跟我讲话 我说不想跟你讲话知道吧 你干嘛 你不能接我的电话了 对不起我的问题 那我可以借你手机打个电话不 你手机可以打电话 你借我手机打电话 我手机待会有用 我可以再接一个电话不 来 你展示一下 喂 怎么想着跟我打电话了 我感觉没人愿意跟我聊天 好孤单的 我觉得孤单应该是常态 但是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以后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师父 你这个情况持续多久了 你有毛病吗 你自己给自己打什么电话了 好吓人的你知道吧 不是 我不是看你不想跟我聊 不想跟我聊天 我就怕我自言自语吓到你 你这个比自言自语吓人多了吧 这个 你还是要安全驾驶人 没有你 假的 你带充电宝没有 好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了 手机没电了吧 车子没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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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这三千五百 好有个毛用啊 干嘛 你前面有交警别乱 你好 你好 例行检查是吧 好 要得配合 身份证 驾驶证 行驶证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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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事你不用管他 好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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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你跟他说有什么用啊 他是交警 你这个情况得找刑警 不是 师傅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开车的嘞 你开车哪有这么开车的嘞 不是 跟你开玩笑 我可以别开车的玩笑 好吧 我赶飞机 你快点开 好吗 那我开快点了 好 开快点 对 师傅 也不要开这么快 我是嗓子不舒服 嗓子不舒服 好 机场到了 大了 是吧 哎呀 我都听了 总是搞了 手机不要了 你等我一起 等我一起的 干什么 我也赶飞机 你又都在搞吓人的事情了 你干什么 你赶什么飞机 我怎么不能赶飞机的 你是哪趟了 我是东航 我也东航 是里面飞长是 我跟你一样的 怎么又跟你租在一起了咯 谁跟你租一起 我开了他飞机 神经病了这是 那我让他送了我 太棒了我 好帅啊 好吃啊 我做到我 好帅啊 好帅啊 好帅喔 大家好 我是林更新 今天特别荣幸 也很开心来到脱口秀 和他的朋友们 林更新今年很火加 知道吧 还行 《玫瑰的故事》里面 演了个方鞋文 演得让人咬牙切齿 在网上挖 特别狠 我跟你说 我特别理解你 因为我最近呢 偶尔也会被骂 您 最近 是最近吗 不是最近二十多年 生活要有边界感 好吧 顶多十年吧 我最近也看了这个剧 我看到很多评论 也是在夸他的 说看完玫瑰的故事 被林更新圈粉了 看看人林更新 比起那些小鲜肉 我还是更喜欢 林更新这样的老男人 我跟这位朋友说一下 如果你真的喜欢老男人 我推荐 张绍刚老之 张老师 有没有那种更纯粹一点的好评呢 更纯粹一点的好评 有非常纯粹的好评 就是海天蚝油几几瓶 想用多少几多少 正理道理都可以一滴不漏 海天蚝油几几瓶 推荐给大家 每一瓶都是好评 行不行 这个好评怎么样 确实 是 这个真的是好评啊 您推荐的这个 比我刚才推荐的 好多了 没事没事 没事 我消化一下 因为我觉得 这位朋友 不是一个特别有边界感的人 所以我就把这句话当夸我 但是 好像又没有怎么夸 夸了 但是不管夸还是不夸 咱们两个 好好地酝酿酿酿 如何在这个舞台上 把更多的夸奖 送给我们的 优秀的脱衣秀演员 好不好 好 舞台留给所有的脱衣秀演员 热烈地欢迎林中信 谢谢 你们好 我不太好 这个节目我今年来录第三次了 第二次让我开场 我是能开 但我没有那么爱开 怎么我是喜剧的钥匙吗 今天聊人际关系 你们有没有发现 很多的短视频平台的slogan 都充满着迷惑性 它鼓励你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 每个人 Everyone 我妈听进去了 她现在随地大导演 都看见什么就拍 整个人像一个会走的监控一样 哇 哇 逗逗站到那棵树面前 你说这个视频能传达出一些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儿子听得懂人话 他可以一个人站到树的前面 每一年过年聚餐的时候 是我妈最忙的时候 她会守在那个包厢的门口 像站在扫地机器人上面一样 没有人可以躲过她的镜头 都来了 嗯 大舅舅 嗯 小姑姑 这是我们家大明星 来打个招呼 大明星 我真的没有想好 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来迎接这颗镜头 我通常摆的是我最假的一副面孔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没有人会这样跟你打招呼的 除了林纳贝尔 没有人会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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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家里人没什么边界感 还可以接受 我很烦那种路人没有边界感 尤其是那些拍room tour的自媒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在上海 你只在路上 经常会有一个人从绿化袋里窜出来 拿一个黑色的麦克风 怼到你面前 先生 你在上海一个月的房租多少钱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突击去你家 拍一个room tour 我说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突击去你家 拍一个room tour 我说我现在能突击你吗 人和人没有边界了吗 我是那种非常需要私密空间的人 没有人可以去我家 我住酒店 没有人可以进到我的房间 我通常一到房间 我就挂情务打扰那个牌子 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不够 我会去旁边的房间 我再偷一个牌子 我挂两个 双重否定 肯定别想进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永远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状态 我的出租屋的NBTI是ISFP 你一进去就是那种没有收拾的快递盒 没有洗的碗筷 我们批屋就是这样的 他还会对我的房子指指尖点 你们家居然没有阳台 怎么我们家的阳台是没有长出来吗 我租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没有阳台吗 这是我当时能租到的最好的房子了 这么多年我工作努力不努力 工资涨没涨 我心里没数吗 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来我家里拍room tour 当我的房产需要被强制执行的时候 执法人员可以来我家里拍room tour 打开记录仪 我们今天要封的是一个什么 小明星啊 说是 搞吐尔秀的 也不大 20平 一个人就封掉了 走了 哎 感觉我妈特别适合干这个事儿 儿子站到那个门外面 哎 你们这个行业塌房是快啊 走吧 你没家了 我最烦的一种视频 就是那种自律视频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刷到过 一个特别自律的人 把自己一天自律的生活拍下来 给我这种不自律的人看 给我制造焦虑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手做咖啡 养生茶 阅读 也没个工作 你都这么自律了 你找不到一个工作 而且你看起来这么没有事儿感 没必要每天五点半就起床吧 我没有夸张啊 他们视频的第一颗镜头 基本上就是把手从被窝里伸出来 按电的那个五点半的闹铃 说明什么 他们至少五点二十就开始架机器了 也就是说他们五点二十架完机器以后 回到床上的那段时间 他们在表演睡眠 表演睡眠 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我五点二十起来上个厕所 回到床上再一睁眼 十点二十 怎么可能有人五点二十醒的来 而且你们知道他们醒来为的是干什么吗 他们为的是拍一个去窗边看日出的画面 这是我最不理解的一个人生项目 从小我就被外婆教育 你不要盯着太阳看 你的眼睛会吓掉 而且为什么会有人试图向别人展现自己的自律呢 你们真的会被别人的自律激励到吗 哇 好好 我也想像他一样 每天五点二十我就起床 我起来喝咖啡 喝养生茶 我在想如果你每天 你五点二十你不起床 你多睡一会儿 你是不是都不需要喝咖啡 你都不需要用养生茶来续命 多睡一会儿吧 然后他开始做早饭了 永远都是那么几样 吐司 牛油果 一定要吃牛油果 吃牛油果你就自律 然后他开始做 我一直想做 但一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他开始搞卫生了 他倒是开始搞卫生了 他开始唤醒他的床单 他明明昨天刚换了床单 这个觉睡得有那么脏吗 你不是就一个人睡了吗 我有点难受啊 咱们要算 撸他的猫 玩他的狗 用那种不用弯腰的吸尘器 吸本就一尘不染的地面 把床单晒到阳台上 饿了 又饿了 给自己做了一份 奶油培根意面 吃完了以后 晒了在太阳 他就睡了 睡了 你不能睡醒 在干这些事吗 他好松弛啊 他的松弛焦虑到我了 没有打假博主 去打假一下他们的视频 谁知道他是不是下午拍的 我现在最想看的 就是美国监狱里 那种自律视频 那也太带劲了 早上一起来 兄弟们 又是自律的一天 今天的OOTD 橙色多巴胺 看烟早饭 牛油果 一面 吃完了去放风 哥们今天练胸 练完了回来收拾一下宿舍 看一看 也不大 没有阳台 连窗户都没有 这个是我的摄友 来 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布军 谢谢大家 今天聊人际关系啊 说真的 我觉得成年人交朋友 还挺难的 我就很羡慕我女儿 虽然她只有七岁 但是她交朋友太简单了 我女儿出门啊 只要看见可爱的小孩 就会直接上去 你好 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然后她们就一起玩了 玩得巨开心 我看见帅哥 总不能直接 零更新 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好帅啊 他说OK 姐妹们 优质的帅哥 只需要简单的 大善技巧啊 因为小孩交集 他不用去考虑社会身份嘛 就很真诚 没有见过哪个孩子 见面会说 请问您在哪所幼儿园 深造啊 呀 名校 哇 久仰 久仰 今儿能跟您一起划划梯 真是我的荣幸 我划了 您随意 而且我女儿表达爱也很特别 有一天晚上睡觉前笑着对着我说 妈妈 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都给神仙说了 我谁都不要 只要你 我说哦 谢谢宝贝 你怎么给神仙说的呀 我说漂亮的妈妈 我不要 有钱的我也不要 我说行了 睡觉吧 而且我女儿交朋友啊 掏心掏肺的 前两天给我发视频 说妈妈 我今天拿自己的零花钱买东西了 我朋友在旁边 刚好就听到了 就凑过来逗她 呀 你还有钱 那把你钱借给我行不 你看这种问题啊 成年人就很难回答 一般别人找我借钱的时候 我会先问 他要多钱 然后再去判断 他值多少钱 如果关系不行 我就说我也没有多少钱 我女儿就处理得很干脆 直接把电话挂了 过了不到一分钟 就发了一个小视频 手里拿着她的钱 说阿姨看 这是我的一千块 那我怎么 我拿快递发给你吧 我都是过年磕头赚的 下次教你怎么磕头赚钱 看我女儿不但给你借钱 还想带你发财 不但受人以鱼 还要受人以鱼 而且小孩有坏情绪 也不用憋着 不开心就一句话 我不跟你玩了 当场翻脸 第二天又在一起 日抛行的绝交 完全没有隔阂 我成年以后 就没有当众翻过脸了 因为我要脸 很多时候 我都得伪装着 就像这个比赛 昨天采访还要问 说布姐 你觉得这一轮主题赛 谁会走啊 我对着镜头 一本正经的 我说 我觉得都很强 都不该走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 除了我都可以走 那不然呢 都不走 22个人一起进决赛呀 小孩也管你什么人情事故 我去年参加了一次 我女儿幼儿园举办的运动会 好纯粹 就要赢 那个幼儿园的班长 因为输不起 就打了同学嘛 被小朋友当面揭发 就地落马 好有趣 再想想我单位以前 搞什么运动会呀 拔河比赛 30岁的小伙 输给了60岁的领导 小伙子面目猙獰 但是胳膊没劲 领导浑身稀松 但是手上有拳 当我抽签抽到对手 是部门主任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场比赛 我输了就是赢了 所以真的好羡慕孩子呀 我女儿在人际关系里 比我自在太多了 上个月有个朋友结婚 让她去当花童 因为新郎是个澳洲人嘛 我又想很多 我说呀 这咱得一拙得体吧 英语差 那就少说话 尽量不要犯一些低级错误 影响到中澳关系 我也担心我女儿会紧张 就去问她 我说宝贝 你知道澳洲吗 知道呀 西安隔壁 现在是兰州 是这样 过段时间呢 咱去参加的那个婚礼上 有很多外国人 你又不会英语 你怎么跟人沟通呀 放心吧妈妈 我可以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那么自信 然后那天中午 我们到了婚礼现场 我女儿从她的小包里 掏出了她一年级的英语课本 特别热情 看见个外国小孩就冲上去 Good evening Bob 那个小孩就没理她是吧 How are you 那小孩说 Hi I'm Alice I'm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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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听懂啊 朋友们 我干了一件特别不地道的事 我跑了 我实在没有勇气 看完这场教科书级别的对话 我就躲在那个柱子后面 就观察我女儿 哎呀 她表情有点懵 这个Alice 不按书上的来呀 很失望 书一盒 拜拜 找下一个去了 我太酷了 我长这么大 我没有见过人拿课本打圈的啊 到底是什么给了我娃这么大勇气 是皇家美肃佳儿 双硬盒 强内户 祝她天不怕地不怕 由内到外都强大 我都怕她下次直接用奶粉和Alice一口闷了 而且我是最近才发现 我女儿处理人际关系 她是用最直接的逻辑 前段时间我陪她去学游泳 我就在岸边看着 我就看那个泳池里有一个小男孩 拿个水枪一直在滋一个小女孩 那女孩就吓哭了 这一哭就引起了旁边这个男孩妈妈的注意 她赶紧跑过来 她跑过来之后没有收拾她儿子 居然对着那个女孩说 小妹妹别哭别哭 哥哥这是喜欢你 她想跟你玩呢 我一下就愣住了 说对呀 这句话 我从小就听什么说 男孩子不会表达 男孩欺负你就是喜欢你 我正琢磨呢 我女儿过去 一把躲过那个水枪 来妹妹 该你喜欢她了 谢谢你们 谢谢我女儿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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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多愿闷 好多愿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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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蒋浩 Yes 我们这一期聊人际关系 我觉得我这人 人际关系还可以 因为我特别喜欢 和朋友们聊八卦 我有次在一个饺子店吃饺子 我旁边一个男生 好像在打电话 和他女朋友吵架 就在那儿骂说 要怎样吗 那我过来 你把我绑起来 臭我呀臭我呀 听到我饺子都掉出来了 我后来吃个饺子跟睡觉落枕了呀 我都 后来有多夸张饺子吃完了 我舍不得走 我在纠结 我要回家休息 还是继续留下来多学点恋爱里边的知识 那个男生一句话把我订了下来 他说亲爱的 你不要生气了吗 我女朋友走了 我就过来找你 我赶紧站起来花九块钱 又买了瓶啤酒 这是我第一次为知识付费 但是陌生人八卦最过六十分 我觉得最刺激的永远是在公司和同事 带心聊公司领导的八卦 好神奇啊 你在公司和同事聊领导的八卦 你们一边真心话一边大冒险 而且不管这个同事把领导说得多么的抠 多么的坏 多么的变态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就领导的每个八卦 听完我只有一个反应 我就知道 每次这个同事跟我聊八卦 还会盯着一句 哪怕他说过一万遍的台词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了 我说我绝对不告诉别人 他知道我在骗他 我知道他在骗我 但我俩都会补一句 骗你死全家 你看也没说死谁的全家 不过领导的八卦听得越多 他会在你心目中越来越没有威望 我后来再看那个领导在台上开会 我只有一个想法 你装什么装 有次他还假惺惺的过来找我谈心 说小贾 我最近了解到好多关于你的事情 我心里想 B2 你的事情不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我真的最开心 就是同学们一起聊公司领导八卦 我没把这个叫做无领导小组讨论 朋友们 而且八卦不会凭空消失的 只会凭空产生 我以前只是工作的时候 和我们人力资源部经理碰巧都姓贾 同学们就传 说她是我阿姨 我越否定 他们就越肯定 我说不是不是不是 他们就咚咚咚 他们甚至会自信合理化 这个关系里面的漏洞 因为有人问过我说 那个贾经理只有一个妹妹 没有弟弟 那他妹妹就是你妈妈 那你为什么还姓贾呢 旁边就有同事 这叫随母姓 你就知道娘家有多强势 后面甚至我爸妈来我工作的地方 看我 一个同事上去就很热情打招呼 说贾阿姨好 一句话把我爸妈都叫懵了 我感觉当时我妈在想 我不是姓王吗 我感觉我爸在想 为什么叫我阿姨 我感觉同事在想 哇 打招呼都不理 娘家人好强势啊 当时同事都以为我有关系 对我挺好的 只有我们公司领导知道真相 他就还是各种让我周末加班 他就周末老给你发工作消息 你一回就给你派活 你周末就没了 真的很烦 有一次周六又给我发一条消息 说你在干什么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当时一上头 我一发疯 我说在想你啊 发完就知道错了 我赶紧撤回了 但我总觉得他肯定看到了 因为后来他再也没有周末给我发过消息 我后来实在没忍住 把这个事情分享给我一个同事 这个酒师 我说你千万替我保密 不出意外 一个周以后 我在公司的外号就变成了 我在周末很想你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Ec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Eco 大家好 我是Eco 大家好 这一期聊人际关系 我非常的想聊 因为我们家人际关系就非常的复杂 主要是孩子比较多 四个 大姐 二姐 我 还有我弟弟 Gap一年就生一个 别人Gap year是探索生命 我爸妈Gap year是创造生命 因为计划要一个弟弟 所以完全没有计划生育 但是我现在我真的觉得 这才是真正的计划生意 真的 除非完成计划 否则绝不停止生育 来自大山 来自农村 村里就特别喜欢打孩子 打孩子跟打麻将一样 都属于一种娱乐休闲活动 但是我们家真的特别适合打孩子 真的 因为我们家就是卖药的 中药 西药都有 打久了自己都知道找药吃 小打吃中药 中打吃西药 大打吃农药 有点朋友 开玩笑 大打睡一觉 睡一觉行 但我父母打孩子还是有原则 三种孩子我爸妈不打 成绩好的不打 别人家的不打 儿子不打 我因为成绩好 跟我弟弟一样没被打过 所以在我们家 我们一定要很努力 才能看起来跟儿子一样 毫不费力 因为二姐成绩不好 性格又非常的刚啊 所以她就总会挨打 每一次二姐被打之后 我就去安慰她 大家知道小孩 安慰小孩 我们所有的重点就是看 她到底有没有哭 所以每一次二姐被打之后 我就小兮兮地走进去 弯下腰 然后钻到这个桌子底下看她 你哭了 然后我就被打了 所以有一天我二姐就离家出走了 看得出来我们一家人还是很时尚的 我爸妈玩Gap Year 我二姐玩断舍离 当时她14岁 我跟大姐一起为她收拾行李 我发现大姐和我在面对这样的分离的时候 两个人的反应都非常不一样 我才12岁啊 根本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就问她 你那条牛仔裤可以给我吗 但是我大姐就非常的淡定 她把我搂得更紧了 因为她知道 她不能再失去妹妹了 不然就真的 对这个家 去妹了 到今年二姐已经去深圳 14年了 14年 一个女孩白收起家 就在前几天 已经在深圳的罗湖区全款买了两套鸡蛋罐饼 你们以为是大女主的故事吗 No way 人生真的非常的艰难 我觉得她真的过得还是挺难的 我去她的出租部看过 房间太小了 小到什么程度 你要把那个洗衣机搬开 你才能蹲下上厕所 那天我是抱着洗衣机蹲下去的 洗衣机还在洗衣服 我问二姐真的还要洗吗 我二姐说 你别说了 有的时候我还蛮想洗的 这么多年 其实二姐跟爸妈一直都没有联系 但是因为前段时间 她就生病住院了嘛 所以我们一家人 被迫团聚了 但双方碰面都还挺尴尬的 我发现双方都把我当那种传话的人来使用 二姐就说 你跟他们说我没醒 爸妈也会说 你就跟他们说我们没来 我就跟他们说 我还蛮想洗的 要说二姐在家 你唯一有感情的 我觉得就是我和大姐 其实当时住院非常的害怕 她以为自己不行了 然后就把自己所有的存款 五十万 全部给了我大姐 就姐妹情深是两姐妹对吧 二姐赶紧说你别急 我那辆车送给你 还有十五万的贷款 你还一下 我没有想到好多 大学我都没有还贷款 这个时候我还上了 其实二姐生病期间 我妈是想要缓解一下 跟二姐的关系 她还缝了一幅十字秀 上面写着家和万事兴 哇 我二姐看到之后 就开始吐槽 我说 你今天才知道家和万事兴啊 那些年你们那样对我是怕兴吗 难道你打我是为了去兴吗 其实我在中间最开始 特别想要缓和一下 二姐跟家里人的关系 但我现在我不这么做了 我本人和解了 我发现有的父母跟孩子 就是没有缘分 我知道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对吧 刚才听到那么多 温馨的家庭氛围 我这也是真正的中国家庭 所以我在最后 我真的很想呼吁一下 就是爸爸妈妈们 不要打孩子 你对孩子的身体和心灵 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任何压力都不是打孩子的理由 但是 也不是完全不能打 真的 就实在要打的话 出生前就打 谢谢大家 我是AQ 谢谢 谢谢 拍吧 谢谢 最后一点还行 对的 这个挺好的 好 大家好 我们是光导人气王 我是乔义 我是崇晓峰 给大家聊一些 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 我们聊聊人气关系 我觉得有一种人气关系 非常的单纯 就是你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你都会心跳加速 但是你只敢躲在后面 默默地看他 观察他 你从来都不敢 跟他表达你的真实想法 哦 暗恋 暗杀 我们聊的是人气关系 不是这段关系里面有人记了 暗恋也行 我刚好写了个剧本 就是关于暗恋的 那你这个剧本能不能找我演 行 那我们试一下吧 好不好 好好好 开始了啊 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校园 今天你跟往常一样 骑着自行车去上学 突然有个女孩喊住了你 同学 你东西掉了 什么呀 自行车 自行车 我骑自行车上学 自行车掉了 我怎么上的学 我行儿上学啊 行 反正他把东西还给你的时候 你们的手不小心碰了一下 哇 你好紧张 好害羞 你扛起自行车就跑了 这辆自行车我就没骑过它是吗 从那以后啊 你对这个女孩就心动了 每次他一回头看你 你都会很羞涩地走开 比方说在校园路上的时候 哈哈哈哈 在教室上课的时候 又得逃课了 哈哈哈哈 校园会接力跑的时候 我倒是接力啊 半个我都带走了 还有啊 你为了了解他 开始听他喜欢的歌 看他喜欢的电影 吃他喜欢的美食 终于找到了一个 你们的共同话题 台词 没想到你也喜欢 海天有机酱油啊 写的什么呀这是 哦 喜欢海天有机酱油 这当然想得到 确实 三方有机认证 真有机更健康的 海天有机酱油 我们都喜欢 后面啊 就是一段展示你暗恋的 蒙太奇了 为了制造偶遇 你特意报了 跟他一样的玄修课 嗨 女子防生素 多多关照 我就是今天的流氓 嘿嘿 你知道他喜欢救助流浪动物 于是你也去流浪 给点吧 给点吧 你总是会问他 学习上的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 问简单的 怕显得你蠢 最后的这道大体 问太难 又怕他答不出来 他大嘛 后面啊 就是要告白了啊 我觉得用音乐告白 是最浪漫的 好好好 你有没有什么会的乐器 吹口哨算吧 行 后面呢 有个场景 需要你一边演奏乐器 一边告白 来 试试 我 比善比 什么东西 我喜欢你 好浪漫 有吗 好 要准备啊 你换上小西装 弄好头发 准备好乐器 你去告白了 但万万没想到 居然有人抢新一步 是谁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生 他成绩比你好 长得比你帅 就连身高都比你高 你多高 一米八八 他八米一一 你太高了吧 这是个奥特曼吧 这个是 正当八米一一 趴下来准备告白的时候 女孩看到旁边穿了一身西装 他就很好奇 他就问 你怎么在这里 你非常慌 非常尴尬 于是你马上找了个借口 不不不不 是这场告白的主持人 更尴尬了吧 这样 不知不觉 到了毕业的日子了 你突然听说 女孩跟八米一一 其实没有在一起 主要是距离的原因 是隔六米多呢 来 女孩现在已经去火车站了 你马上赶过去 看到他坐在车窗边 你跑过去 大声喊吹 你的心里话 就车开走了 这么快吗 当然快 这 可是中国的高铁啊 我的爱情 追不上 祖国发展的速度 几年后 你们两个意外地重逢了 可是天意弄人 现在的他 是名警察 而你 是名警犬 神经病啊 你想啊 观众肯定都在猜 女主角是警察 男主角会不会是坏人呢 预判了你们的预判 不止不坏 还不是人 你就重点 去讲两个人的这个重逢 就好了好吗 行 反正你们两个就一起叙旧 聊了很多很多的往事 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大学的时候 我每次回头看你 你都会嘻嘻嘻嘻地走开 当然记得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为什么会回头看你啊 其实那时候 我一直 偷偷暗恋你 You are my destiny 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You are my 我下个礼拜就要结婚了 Destody 这请帖 我一定会 你就非得自己唱BGM吗你 终于到了他结婚的日子了 你看着手中的请帖 你决定了 要在他们说婚礼式子之前 赶到现场 到婚礼在另一个城市 那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只需要五个数 一 二 三 零 六 就我到了 好巧不巧 今天是假期 路上挤满的人 你要想办法 在人群中 开出一条路 人都被你吓跑了 你赶到了酒店 准备上楼 但偏偏电梯却坏了 赶不上了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 高大的身影 八米一一 你终于赶上了 你看到女孩跟新郎 站在舞台上 这一次 你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都有所有人大声地说 欢迎各位来宾 参加两位新年的婚礼 我又是主持人了 看着女孩幸福的表情 你彻底地释怀了 你给她送上了祝福 还送上那件 你当年一直没敢 送出去的礼物 新婚快乐 对了 这是当年 一直没给你的 接力棒 好感动啊 神奇病啊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做好准备了 做好准备了 大家好 我是沐川 今天的主题是人际关系 我的人际关系一般 因为我这人说话太直了 我的微信里边 本来有一个大老好友 有一天我刷微博 看到一个名字 跟他很像的人去世了 我就以为是他 我就把他删了 过了两天 他重新加我 说你怎么把我删了 我说我以为你死了 然后他就把我删了 我只能重新加他 我说我错了 我错了 下次是你 我也不删了 你看我都给你备注了 死也不删 这种性格 说脱口秀也惹事 有一年我想问 我妹妹追星 我都没说是谁 就有人过来骂我 说我说的又整容 又没有作品 是说的他家哥哥 特别像我 往靶子上 射了一个支箭 那位粉丝手机眼快 抓起箭来 就插他哥哥胸口上 我开始还解释 我说抱歉 但是真的不是说的是他 你不说 我都不知道他整容 然后就被更多的人冲了 最疯的时候 这帮人冲到 王者荣耀里边骂我 吓得我赶紧把ID 改成了打倒孟川 然后还收了条游戏私信 说我们有个骂他的群 你要加一下吗 当时感觉 这帮极端粉丝 特别像一帮网络李逵 就是脑子里只有哥哥 和打打沙沙 关键我还不知道 骂了什么 因为游戏私信里 显示的都是星号 你三个星的吧 大体能猜到是什么意思 就那么几个经典的款式 五颗星的 我就只能是默认给我好评了 幸好幸好 到了九点钟 骂我的就少了 感谢王者荣耀的青少年房 沉迷系统 但微博没有这个功能 有个人每隔四十五分钟 就骂我一会儿 他放的最狠的话就是 你有能耐等我放暑假 我就打开了那个 紧粉丝克评论 然后想骂我 先粉我 然后就呼呼长粉 别人有妈妈粉 我有妈妈粉 但是有的年轻人 不讲武德 骂完我 接着去关拉黑 我都来不及还嘴 那种感觉特别像 地铁门关的 只剩一个缝了 突然被外边的人给催了一口 我就打开了那个微博广告计划 就是打开我评论区就能看见广告 你骂我可以 但是我得挣点钱 但是没想到的是 后来发展到骂我女儿 这我忍不了 家人们 祸不及家人 即使我冒犯了你哥哥 那你去冒犯我哥哥 你们去骂承诺是吧 说实话 那位哥哥他房都踏过一次了 原址重建 这都属于回迁房 我也不知道为啥还住了那么多人 我也生气 我也开始反击 他们就说 我家哥哥又要上新节目了 嫉妒吧 期待我家哥哥的新节目 我说希望不是今日说法 结果一看 哥哥还真是个法治咖 他们又说 我哥哥都在某某的榜上 我说你这一看 就是粉丝刷的嘛 别的哥哥是偶尼酱 你的哥哥是粉刷酱 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他们又说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就认为我家哥哥好 你就是个BBB 这个BBB就是星号的声音表现形式 我特别能理解 喜欢的人受委屈了 想帮着他出头 但是我觉得不能 伸张正义目无法机 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 形容这个事 直到有一天看到一个网友评论的ID 他叫扶老奶奶闯红灯 脱口秀是很难有这么极端的粉丝的 脱口秀的粉丝本来就叫脱粉 所以我搞不懂那些极端粉丝的那些逻辑 即使真的冒犯了哥哥 那粉丝不还手 哥哥被小冒犯了一下 现在粉丝捅我一刀 我还哥哥一刀 粉丝捅我一刀 我还哥哥一刀 是最后粉丝赢了 哥哥身中99刀 粉丝还自我感动地说 哎呦 这一天累坏了 但都是为了保护哥哥 但凡你捅刀的时候 回头看一眼你哥哥呢 而且我觉得网络骂战只会升级 就是你骂我一句 我肯定回你去更狠的 不可能说你骂我祖宗十八代 我说我觉得你人有点坏 人嘛也是碳级生物 属性跟石墨其实很像 就是在互联网骂战这种高温高压的情况下 人游很小的概率会变得更好 就是石墨变成钻石 但绝大部分时候 石墨还是黑粉 那些表达欲特别强的石墨呢 就会被做成耳鼻牵笔 小伙伴们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转 我们肯定要到了 我们基本上有一个人 我们基本上有一个人 对 我们肯定要到了 我们基本上有一个人 氛覆的东西